加利的经纪人没想到被库洛姆摆了一道 马路表示自己也被吓到角度差点断掉了 但也多亏如此 如今的加利已经无人可挡了 大旗宇战规则说明 旗宇是四人一组 大家都会把丝带绑在身体的某个位置 在最上面的大将丝带值100分 下面的旗宇是20分 比赛中禁止飞行和魔术 是只靠身体的硬核对决 色批姐说期盼着姑娘们能一不小心把衣服拉坏 很快各个队伍都已经就位 场下观众们也为了各自的偶像呐喊助威 本场比赛是以大量得分为目标的团体战 随着一声令下 库洛姆小队电光石火一般 风石云卷地奏飞了其他队伍 艾梅丽从入见那边了解到了情况 结婚只是为了挑衅加利而说的谎言 只要大会结束就会揭开误会 既然如此 就立刻让比赛结束吧 此时库洛姆小队已经是满手轻飘飘的四代 就在大家以为胜负毫无悬念之际 远处传来咚咚咚的声音 是齐拉昆的加利小队 他们这只以夺冠而编成的实用型队形 简直就是战车 接二连三的抢走四代 两只冠军种子队伍剑拔弩张 场外也很激动 是结婚骚乱组啊 加利直接对库洛姆喊话 他一直 一直都认为自己是主角 小时候加利独占所有的玩具 即使被老师说教 他也认为只要是自己想要的东西那就是自己的 况且其他家伙对此也毫无意见 受惠于与生俱来的主角性格与庞大的财产 让加利可以得到他想要的一切东西 不仅手下多 学习上也凑合 他一贯认为自己是世界的中心 简直就是最棒的主角 本该如此的他 却在一个寒冬的路上邂逅了 闪亮夺目的冲击 在舞台上的库洛姆瞬间击中了加利的内心 让加利大为震撼 除了他以外的主角出现了 库洛姆的出现让加利好一阵混乱 明明自己才是主角 为什么现在会出现第二位 这让加利想要的欲罢不能 初次见面就希望库洛姆能成为自己的东西 直言不会就是想要库洛姆 想让库洛姆成为自己的伴侣 初次听到这种宣言让库洛姆懵逼又嫌弃 但是加利绝对要得到手 往后两人长时间一起训练 明明就差一点就能得到手了 果然能与自己相配的只有你 而与你相配的也只有本小姐 但是库洛姆却拒绝和加利组队 加利不明白为什么 能跟上库洛姆的就只有自己才对啊 库洛姆表示正因为如此 希望加利可以离开德比慕斯事务所 因为留在这个地方的你是无法超越我的 想要将我得到手的话 就去变得更加闪耀并试着超越我吧 那时的加利和库洛姆约定 如果自己超越了她那就结婚吧 不是跟本小姐约好了吗库洛姆 本小姐拼命地向你伸出手 就差一点 终于快要到手的这个时候 你又要再次远离而去吗 如果那就是你的答案 那本小姐 本小姐就会越来越爱你哦 本小姐果然得天独厚 在这辈子能找到令自己如此深爱的存在 本小姐现在正嗨得热血沸腾 看着想要的东西再离自己远去 这不热血起来还算哪门子的恶魔 所以啊库洛姆 没关系的 你就尽管逃跑吧 我一定会抓到你 因为本小姐是主角呀 那孩子呀 可是个十足的笨蛋啊